侄子三岁时从七楼掉下来 是我救了他 本以为侄子会感谢我这个姑姑 却没想到他在追求消化失败后 把怒气撒到我头上 如果当年是消防员救的我 我的腿肯定不会受伤 我也不会被人取外号叫死瘸子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嫂子更是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我儿子长这么帅 是个女人都不会拒绝他 都是因为你自作主张救了他 毁了他一条腿 这么多年我儿子被践踏着自尊心 就应该用你的双腿来陪 他们砸断我的双腿 将我推下楼梯 我当场死亡 父母为了保住自己的孙子 说我是自己摔死的 将我迅速火化 再睁眼 我回到了侄子从七楼掉下来的那一天 看着三岁的侄子爬上窗台 我冷笑一声 走了 这一事 我倒要看看没有我 消防员到底来不来得及救你 还有负责照看侄子的爸妈 这一事 亲孙子死在你们手里 我倒要看看 哥嫂会怎么对付你们 至于是管了五年 才生出儿子的哥嫂 这一事 我看你们还能笑着活多久 啊 当我尖叫着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不在火葬场 而是站在了爸妈单元楼楼下 七楼的窗户上 三岁的侄子正将脑袋伸出窗台 跟上一事一样 群里的嫂子正在爱特我爸妈 爸妈 要组睡得怎么样 我妈很快回了消息 我刚去看了 大孙子睡得可香了 你在外面放心做头发 大孙子睡得香 我冷笑地将目光 一向一楼的麻将馆 跟上一事一样 爸妈正在乐呵呵地搓着麻将 根本没想到 三岁的侄子 马上就要从窗台掉下来了 只是上一事 我正经过楼下 看到侄子从窗台爬出来后 我立刻意识到了危险 本来还想着打119叫消防 但还来不及人见 就看到小侄子一只脚已经踏空 没有丝毫犹犹豫 我扔我手机就冲过过去 刚跑到楼下 将手张开 侄子就像个铁球一样 朝我砸了下来 巨大的冲击力 将我狠狠砸在了地上 小侄子摔在我怀里 哇哇大哭 这时才有人尖叫 五单元七楼 有个孩子掉下去了 大家快去看看 是谁家里啊 在一片尖叫声中 我挥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 小侄子正在我哥的怀里 哇哇地哭着 一众邻居议论纷纷 老孙啊 你们家孩子命真大 我看到的时候 他正好掉下来 然后刷了一下 我就看到人影冲过去了 我就说这人真是不怕死的 要知道这么大一孩子砸下来 搞不好自己的命都弄没了 原来这孩子的姑姑啊 难怪这么拼命去救孩子 真是个好姑姑 将来这孩子长大了 可得好好抱打抱打他 嫂子照美美两眼 还累的握着我的手 小小啊 这要是没有你 我们家药祖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要是出了事 我也不用活了 脸色煞白的爸妈 瘫倒在地上 幸好有小小 不然药祖要是出了事 我们也没脸活了 一脸后怕的哥哥 紧紧抱着小侄子 两眼熏光的瞪着嫂子和爸妈 今天幸好有小小 不然药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都别给我活了 三个人看不住一孩子 你说你们还有什么脸活着 大嫂和爸妈都不敢说一句话 看着大哥把孩子送走 我因为被砸得很重 多处软组织挫伤 还有脑震荡 所以助理得多于远 侄子又腿受了伤 留下了点后遗症 那就是细看之下 走路有点薄 出院那天 嫂子带着小侄子来看我 还对侄子说 以后每年生日 都要记得给小姑过生 知道吗 因为要是没有小姑 可就没有你了 是姑姑救的你 看着小侄子眼泪汪汪的跟我说 我爱你 姑姑 我觉得受的这点 伤真算不上什么 然而 等侄子上了高中后 她却对我救她的事情 越来越反感 我才不要去看姑姑 就是因为她没有打电话 叫消防员救我 才导致我腿受伤的 我以为嫂子会纠正她 这观点 没想到嫂子 也和侄子想法一样 她跟我哥抱怨 当初要是小姑子 及时打电话给消防员 有正确的救助方法 要阻的腿也不会这样 我哥听多了 也觉得是我的错 小小 不是哥埋怨你 要是当初你先 打电话给消防员 他们用消防梯 把药组救下来 她的腿也不会伤成这样 男孩子毕竟要娶老婆的 你看这脚出了点问题 到时候财力肯定要 多加好几万 女方才会愿意 他话里话外 想让我给点钱补偿 我拒绝了 为此 我哥好久都不跟我说话 还放狠话说 那以后两家都别来往了 我也生气 就当时那个情形 如果不是我就下药组 等个消防员 他不死也去半条命 怎么可能只是 摔伤又脚的事情 但现在他们全家 都开始怪罪我 就连我爸妈都开始埋怨我 好好一个大孙子 就让你给毁了 本来以药组的相貌 追哪个女孩追不到 结果现在 哎 你要是还有良心的话 就把你新买的房子 过户给药组 就当赔罪了 我这才知道 药组追效花不成 把自己关在房间 不吃不喝 已经三天了 一家人心急如焚 觉得都是我的错 我气得 直接把买给爸妈的礼物 反手提回了家 好几个月都没再回去 直到嫂子带着侄子来敲门 那天是我生日 我以为嫂子想通了 想想一家人 也没必要弄到的弄奖 正想将他们请进屋 却没想到 一下子被侄子拽出门 都是你当初救了我 才把我害成这样 你知道我喜欢的女生 说什么吗 她说 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一个瘸子的 都是因为你 如果当初你叫消防员救我 就不会这样 药组轻轻暴怒 两眼冒出凶光 我下意识想要回到屋内 却被嫂子拦住 孙小小 亏我之前还感谢你救了我儿子 现在我才知道 如果当初不是你擅自做主 我的两只腿砸了下去 就是死 也要让你当你死瘸子 让你感受一下被嘲笑的感觉 我死后 以为爸妈会为我伸张正义 但他们二话没说 就决定将我火化 就说是小小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楼道里也没监控 不会有人知道的 想到这里 我看着正在搓麻将搓的 不亦乐乎的爸妈 冷笑着看了一眼三岁的侄子 转身就回了自己的屋子 刚到家 就听到一声尖叫 快来人啊 五单元七楼有孩子掉下去了 大家快去看看 是谁家里呀 我凑到窗户 探出脑袋去看 真可惜啊 上一时 听到这声尖叫时 是我把杀我的侄子死死护在怀里 这一时吗 我看了一眼头朝下的侄子 还有颤颤巍巍跑过来的爸妈 冷笑着想 可有好戏看了 最先跑过来的是我爸妈 不过等他们跑过来的时候 前面已经没了好大一圈人 谁家孩子掉下来了 我妈看下来喜欢吃瓜 尽管此刻她吃的就是自家的瓜 但此时她还并不知道 所以一脸兴奋的 向周遭群众问道 邻居紧张地回到 现在还不知道谁家的 脸朝下的 现在谁都不敢去动 怎么会掉下来呀 我妈是个典型的嘴碎子 继续追问 那人又回 估计是哪个作孽的家长没管孩子 我看到的时候 那孩子已经爬到窗户外面了 还来不及叫人呢 就看到他往前一扑掉下去了 我妈嘖嘖两声 点点头 这年头啊 不负责任的家长太多了 他们只管生 不管养 你说但凡用典型 怎么可能孩子不见了都不知道 这要是等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死了 不得找根绳子上钓去 我爸也悠悠开口 这大热天的 估计大人我说是太死了吧 这要是我家孩子出事 我也没了火了 他吐了一口烟 对着旁边的邻居道 你说是吧 孩子出了事 这大人还活个什么劲啊 那邻居点头 是啊 还是个男孩 现在都是独秒秒 这要是出了事 家里的精神支柱不就断了吗 我爸爸又吐了一口烟 说难听点 那就是家里烧火断了呀 这打击的多大 要是我孙子 啊呸 我孙子福气大 不可能出事 要是他没了 我这条老命也没必要留了 我自己就找凭白草哭喝了得了 那邻居拍了拍我爸的肩 老孙 你那孙子聪明得很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娃娃 听说三岁 就会认识几百个字了 以后绝对是上清华的料 怎么可能出事呢 要我说你家孙子出事 那肯定是以后当上大官 贪污腐败被抓还差不多 我爸听了这话也没生气 反而没开眼笑 我妈更是乐得合不容嘴 那是 我们家要族可是神童那 每天早上都不用喊 就会自个在那里翻书 那可是我们家的大皇子 花了五十万做事馆的来的孩子 能不尽贵吗 哈哈 我妈笑得太大声 以至于有邻居不满 人家孩子出了事 你在这时候这么大笑 不合适吧 我妈瞪眼 那人家孩子出事 又不是我造的孽 我怎么就不能笑了 是不是别人家死孩子 我还得跟着批妈带笑哭三天啊 眼看就要吵起来 有认识我妈的邻居 赶紧劝假 懒懒疑 这都下午两点了 你们家要族还没睡醒呢 我妈这才看了一下时间 一拍大腿 哎呦 打开打糊涂了 我家要族该醒了 老孙 别看热闹了 跟我回家喊小祖宗起床去 他妈等会要来接过去吃生日饭了 我爸把烟赶紧一掐 跟着我妈屁股上楼了 上楼的时候 我爸听见有人多利嘴 看着孩子衣服 像是七楼老孙家的孙子要族吧 早上吃早餐 他非要插队 排我家孙女前面 被我孙女骂了一顿 老孙差也对我孙女动手来着 我爸听着来气 咚咚又下楼 转身对着那人骂 死老李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这么着我孙子 看老子不弄死你 就在我爸拥起袖子 准备扑向老李的时候 他听见了我妈中美兰 破厅的尖叫 要阻啊 老孙 老天啊 谁来救救我的大孙子啊 我爸愣了 他听着我妈淒厉的叫声 像个木头似的 钉在那里 接着他看到围着的人群同情地看着他 缓缓向两边散开 散开后 在我爸面前 那是一条空旷的小路 他通过那条小路看过去 看到了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孙子 孙耀祖 早上他亲手 给套上的白色T恤上 一杯鲜血染黑 我爸直接摊软在地 楼上我妈绝望痛苦的哀鸣 还在回荡 要祖吧 谁来救救我的耀祖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响起 哟 这么多人围在这干啥呢 对 你们都让让 这是谁家死了人还是怎么的 都堵在单元门口干啥 要我说死人死了就死了 我们回来还不活了不成 都让开 别耽误我接宝贝儿子去吃饭 要是饿到我儿子了 你们谁陪得起 我顺着声音看去 是上一世 把我推下楼梯的嫂子来了 看着他春风得意 准备接药组过生日的样子 我冷笑着勾勒勾唇 这重生后的戏 还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美美啊 你儿子他 有个人同情地拉了一把赵美美 想要告诉他 儿子出事的消息 赵美美看清了拉遢的女人 正是隔壁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都没有的林淼淼淼 立刻晦气地摆脱了他的手 林淼淼 你干嘛 想占我便宜呀 我知道你生不出儿子 看我生了儿子 想尽办法占我的喜气 我告诉你 可别跟我玩花样 我还打算要二胎的 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的 可别把我生儿子的福气带走 想要自己生儿子 赶紧去寺庙拜佛去 也一天天幻想着占我的光 林淼淼被这番话 震得不等口呆 摇摇头走开了 走时 嘴里情不自禁地念叨了一句 造孽呀 儿子出事了都不知道 还在这里想着生二胎呢 造什么孽 出什么事 你他妈跟我说清楚 赵美美看到林淼淼又摇头又造孽的 感觉真是灰气 一把又把林淼淼拽了回来 你想这我是不是 你这种没用的母鸡 把自己家老公弄绝肿了 我要是你老公 就立刻和你离婚 哪像我给我们家孙大鹏 生了神通儿子 这辈子都能享福了 林淼淼无奈地看着赵美美 你咒我儿子是吧 看老娘不死烂你的嘴 就在赵美美准备扑向林淼淼的时候 她听见了自己老公孙大鹏的声音 这声音像是平地里炸起了一声惊雷 她第一次听到孙大鹏这样惊人的音量 是她生下药祖的时候 那天整个医院都能听到孙大鹏惊人的叫喊 我有儿子了 我孙大鹏终于有儿子了 但这次赵美美再次听到孙大鹏惊人的声音 却发现那声音异常的恐怖 仿佛孙大鹏下一秒就要吃人 赵美美惊醒过来 她识别到那个孙大鹏呼喊药祖的声音 是从背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央传出来的 那声音淒厉绝望 仿佛把天空撕了一道口子 赵美美转身 开始往人群中心走去 她走了几步 看到了公共孙药庆摊坐在地上 爸 坐地上干啥呢 药祖呢 孙药庆话都说不利索了 伸出一个指头指着人群的方向 药 祖 赵美美看了一下孙药庆坐着的地方 有一大片水泽 这剩下的天 出了尿她想不出会是别的什么东西 她有点恍惚 摇晃了一下身子 继续往前走 人们对于母亲的出现在 总是天生带有一种同情 所以 尽管之前赵美美尖牙利嘴地骂着骂娜 但此刻好心的邻居们 还是有点想掺服她的意思 但赵美美并不领情 她说 别碰我 我生儿子 你们想沾我的光 没门 大家又把手缩了回去 赵美美走了两步 突然抬头看到了楼上的婆婆孙梅兰 孙梅兰两眼无神呆呆地望着楼下 口水从她干瘪的嘴角流下 扯得老长 看得赵美美想吐 她感觉两脚发软 明明很短的距离 她却觉得走了很久 然后她看到了老公孙大鹏 孙大鹏眼睛冲血 看到赵美美的眼神像是看到仇人一般 她心里发紧 不敢去看孙大鹏的眼睛 只能避开那双知人的视线往下去瞟 就是这一瞟 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孙药祖 身上穿的还是自己刚给她买的新衣服 裤子还是自己亲手给她做的 只是要阻得头没了 因为头骨碎了 脑浆溅得到处都是 赵美美哇哇吐了起来 可这时没有任何人帮她了 因为大家很听话 不想沾她的喜气 赵美美吐的胆汁都要出来的时候 她感觉到有个高大的身影 走到了她的身边 她眼巴巴地抬头去看 是自己的老公孙大鹏 大鹏 她的嘴刚张开 孙大鹏就大手一挥 狠狠给她一眼光 打得赵美美的门牙都掉了 儿子没了 你也去死吧 孙大鹏打完 冷冷丢下这句话 赵美美擦了擦嘴角的血 愣了愣神 然后站起来走向了公公孙药庆 孙药庆还坐在地上呢 尿液在夏天的太阳下 蒸发得很快 发出难闻的尿骚味 赵美美问 药主呢 孙药庆迷茫地看着她 然后指向孙大鹏的背影 尿 赵美美继续问 爸 我问你药主呢 孙药庆摇了摇脑袋 死了 赵美美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问你我的儿子 药主呢 孙药庆看了一眼赵美美 感觉她的眼神也要吃人 她哆哆嗦嗦地要爬起来 说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赵美美语气冷静地像一把刀 她一把揪住孙药庆的后领 孙药庆扑通一下 直接坐在了水泥地上 她只感觉到 被追骨追心般的疼痛 像是生生断了似的 但还没反应过来 赵美美猙獰的脸 就已经居高临下地 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不知道药主在哪 那我就打给你知道为止了 赵美美对着孙药庆的脸 就用力地删了起来 药主在哪 你说 你不是说她在睡觉吗 现在又说 不知道在哪了 你他妈在胡说八道 快告诉我 我的儿子在哪 删得孙药庆 两眼发白口吐白沫的时候 赵美美才听清 孙药庆在说什么 她凑近耳朵去听 听见孙药庆哭着说 药主死了 你没有儿子了 我们老孙家绝后了 赵美美一听 搬起脚边的石头 就朝孙药庆砸去 你儿子才死了 你这老不死的 咒自己的亲孙子 我看你也是活够了 每天只知道打牌 活着有什么用 石头砸在孙药庆的头上 开了出了一朵又一朵的喜化 孙药庆的脑袋 被砸得像陨石表面 坑坑洼洼 最大的坑在后脑勺 那个坑让我想起了上一时 我掉下楼梯时 致命的伤口 我记得断气时 孙药庆摸了一下我的伤口 谨慎的说 药主 别人问起你姑姑是怎么死的 一定要记得 说是自己摔死的 知道吗 还有你现在 就赶紧洗洗手上学去 我和奶奶马上联系殡仪馆 将你姑姑火化 上一时 我爸他只想保自己的孙子 对我这积权肾 给他又给他出钱治病 全职陪护两年的女儿 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所以这一时 孙药庆被赵梅美用石头 一下一下砸脑袋的时候 我也没有半点伤心 一抱还一抱 要我说真是砸得好啊 杀人了呀 大家快救救老孙啊 我们家这是造什么孽呀 大家别光顾着看 赶紧报警啊 一直在楼上的周梅兰 终于回过神室的 开始喊人打110 狠狠砸着孙药庆脑袋的赵梅美 终于停了手 我还以为他是要收手了 却发现他眉头一皱 掩着手里那块被血水泡的 发腻的砖块转身上楼 有几个人想要阻止他 但都被他吓了回去 我们住的是很老的小区 年轻人少 几乎都是老人带着孩子 所以看着发了疯的赵梅美 还有他手里的砖块 一众老弱病残 都不太敢上前 赵梅美咚咚咚的就上了楼 他是光着脚的 脚上的高跟鞋 早就不知道被他扔到哪里去了 人们赶紧掏出手机报警 期待警察快点到达现场 妈 我的孩子呢 人们在楼下又听到了 赵梅美质问自己公共孙药庆的那种话 只是这一次 赵梅美质问的是自己的婆婆 周梅兰求老的声音响起 美美 对不起 妈不是故意的 我看药祖睡得香 就想着先去搓一下麻将 平常她醒得晚 没有想到她今天醒得早啊 她是我孙子 我也不想她有事啊 老贱人 我问你 我的儿子要组呢 这一次赵梅美质问的声音大了吓人 我抿了口茶 从窗户看过去 正好看到周梅兰扑通一下 给赵梅美跪下 美美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 我带你不薄的份上 放过我吧 孩子 我们还可以再生 你有福气 一定能再生个儿子 大鹏那么爱你 不会怪你的 你看这房子是女儿买给我养老的 你说想你想要 我转头就写了你的名字 还有小小在我这存的钱 你说想买车 我也全部取出来给了你 小小跟我要五千块钱 我都说没有 美美我对你 可比对亲生女儿还好啊 我这才想起来 上一世我在国外出差 我妈突然说 我爸要做心脏手术 需要五十万 我立刻掏空积蓄 还到处借钱 凑了五十万给我妈 回国的时候 大家都说 如果不是我及时凑到钱 我爸就会因为没法 做手术死掉 这一世我才知道 那笔钱 是这一家子合拢起来 骗我给哥哥和嫂子做事管的 我握着杯子的手 因为用力而直接发白 尽管重生一事 对于爸妈对哥哥的偏心 依然忍不住情绪起伏 但好在 同情心基本没有 我这个亲女儿都如此冷漠 赵美美听了我母亲的话 更是没有丝毫波澜 她一把掐住周梅兰的脖子 像另一只小鸡一样 把周梅兰摁在阳台 老小区的阳台都没有护栏网 周梅兰半个身子 都露在了外面 她想要反抗 却也害怕自己 因为轻举妄动 而失足掉下去 只能一动不动的 以求自保 赵美美的手上满是血 她的眼睛红得也像在地心 老贱人 谁要你的破房子 谁稀罕你那些烂钱 我只要我儿子 不找到我儿子 你们就一个一个都给我去死 你不是喜欢打麻将吗 我现在就送你去一楼打麻将 说着 赵美美就准备抬起周梅兰的双腿 眼看周梅兰整个人 就要掉下去的时候 孙耀庆出现了 她颤颤巍巍指着赵美美 媳妇啊 杀人是要犯法的呀 你冷静一点 然而赵美美却怒道 你们也知道杀人是犯法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照顾好耀祖 你们杀我的儿子 我要你们陪葬 这时 孙大鹏抱着耀祖回来了 她默不作声地 把儿子抱进了卧室 出来的时候 爸妈都把求救的目光 光向了亲爱的儿子 大鹏 快去救救你妈呀 孙耀庆拉住了孙大鹏的手 她以为儿子会帮自己和老婆 结果没想到 我哥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美美说的没错 你们要为耀祖的死负责 周梅兰呆住了 儿子 你也和赵美美一样 想让我去死 孙大鹏抬起头 两只眼睛毫无感情 美美问了你们 药祖是不会在睡觉 你们明明在打麻将 却撒谎说药祖睡得很好 她步步逼近了周梅兰 如果不是你们撒谎 我儿子会死吗 我辛辛苦苦和美美是寡了五年才有的儿子 就这样被你们害死了 你们还有脸活 我看你们吃活够了 她越说越急 越说越气 情不自禁地去推一把我妈 周梅兰就这样往后一仰 从七楼掉了下去 梅兰 孙耀庆非奔到阳台 但两只手只抓了个空 孙大鹏看着躺在水泥地上的周梅兰 只说了一句 这就是命 一命还一命 这是你他妈的命 孙耀庆狠狠扇了孙大鹏的眼光 狠狠骂道 我们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 孙子死了还可以再生 你妈没了 这辈子就都没了 孙大鹏跟我不一样 他从来没有说过爸妈一句重话 更别体被打了 这一巴掌打了他恼羞成怒 他揪住孙耀庆的衣领 对 我是小畜生 你就是老畜生 你害死了自己的孙子 你还有脸在这里教训自己的儿子 你那么喜欢我妈 你就不会在外面调女人 这时候在这里装好丈夫了 你要真喜欢我妈 你跳下去给我妈陪葬了 孙大鹏体型大 身材又高 发起怒来的时候 往往什么都忘了 当他一下一下推着孙耀庆的时候 完全忘记孙耀庆 可是刚刚被赵美美砸得 差点要老命的 所以当孙大鹏发现自己 把亲爹推到阳台边缘的时候 已经晚了 孙耀庆直接就掉了下去 楼下惊呼 又死了一个 警察同志 你来得正好 杀人犯就在楼下 这天杀的 居然连自己的亲爹亲爸都杀 真是畜生啊 快去把他抓起来 看到一群警察上楼 孙大鹏才真的慌了 但他却还是安抚赵美美 老婆 我不该打你那巴掌 生儿子你受的苦最多 要祖死了你比谁都伤心 我要是进去了 你就另外找人家了吧 赵美美一把抱住孙大鹏 大鹏 我对不起你啊 大鹏抱住赵美美 我父母害死了我们的儿子 他们该死 就当是我替儿子惩罚他们吧 话音刚落 警察破门而入 抓走了孙大鹏 几分钟后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请问是孙小小吗 这里是公安局 接完这个电话 我第一次在重生之后 见到了父母 不过是在医院 孙女士 对于您父母的遭遇 我们很抱歉 还有你哥哥孙大鹏 已经被逮捕候审 赵美美呢 她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 我们已经安排复联 给她安排了心理疏导 交代好这一切 警察通知先行离开 留下我在病房 看得满身是伤的爸妈 不过她们命挺大 居然没死 晚点的时候 周梅兰最先醒来 看到我她张了张嘴 我渴 但我没动 小小 没听见你妈说她渴吗 孙药青也醒了 张着嘴 用沙哑的声音指责我道 真是养了个畜生玩意儿 她以为 我会跟以前一样不回嘴 继续当着傻不拉几的孝顺女儿 没想到我却端起开水 朝着她的嘴巴就挂了下去 对 你说哥哥是畜生 说我也是畜生 看来你还真是个老畜生的 自己的女儿被侄子害死了 第一反应 不是替女儿伤心难过 替女儿讨和公道 反而马上把我拉到了火葬场 这就是你这个老畜生干的事情 而我这个你嘴里的小畜生 又对你做了什么 对 我这个小畜生给你换了肾 出了所有的医疗费用 给你和妈妈买了房 全职照顾了你三年 可你呢 一直说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大学的学费是我自己赚的 读研究生的钱 也是我自己出的 可我一毕业 你们就不停地跟我要钱 是我太傻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们生养你 这还有错了 只有我妈周梅兰 全身颤抖起来 她抖抖索索地举起手指着我道 嗯 我想起来了 孙小小 你是重生的 对不对 我看了一眼我妈 笑了 看来妈你有了重生的记忆了 对不对 那你想起什么了 我妈剧烈地咳嗽起来 孙小小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孙家家破人亡 全都是你的阴谋 我爸孙药庆 睁大了瞳孔 重生 老婆 你在胡说什么 我妈继续咳嗽 老孙 我们被这死蹄子害惨了 她是重生的 上一世她明明是救了耀祖的 耀祖平安无事 只是摔伤了右腿 走路有颠簸 可我们也没怪她呀 只是后来耀祖没有追到笑花 就生孙小小的气了 带着大鹏和美美去找小小三丈 不小心把她推下了楼梯 我冷笑道 就算把我推下楼梯是不小心的 那我摔下去之后 运用木棒打断我的双腿呢 那也是不小心的吗 我爸孙药庆突然也剧烈咳嗽起来 她的身体也开始颤抖 我记起来了 孙小小 原来是你这一世改变了剧情 害得耀祖摔死 又害得我们被儿子推下来楼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为什么这一世你不救耀祖 上一世 你死都死了 难道我们还要眼睁睁看着孙子 也坐牢去死吗 我们是你父母 你就不能为我们和你哥哥想想吗 我哈哈大笑 我想你的屁 我恨不得你们去死了 对了 你们现在就算醒了也没用 医生说了 你们的脊椎神经全都坏死了 除了头部其余的地方都不能动 我之所以过来 是警察打的电话 没办法要过来做做样子 之后嘛 我肯定是不会来的 看你们一眼我的嫌脏 对了 还有 你们宝贝的孙子 孙药祖 我笑得更张狂了 他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亲孙子 那是孙美美和他的小情人生出来的 你们把别人的孩子 当祖宗养了三年 最后还因为别人的孩子 被自己的亲儿子推下楼 这就是你们上一时作孽的报应 现在孙大鹏被抓了 我知道你们不会想要起诉他 不过等你们一死 我作为女儿 完全有资格起诉 我要让他跟着你一起去死 孙药庆气的指着我 你敢动他试试 那是老孙家唯一的苗浪 然后就大口大口喘起气来 周美兰一听 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孙子 居然不是亲生的 一口鲜血喷到了医院洁白的墙上 孙小小 你不是人 你就是想看我们气死对不对 我恶狠狠道 气死你们的可不是我 气死你们的是赵美美才对 要知道和情人生孩子的是他 出轨的是他 给你们儿子戴绿帽子的也是他呀 你们要是做鬼了 记得一定要去找他哦 找了他 可就别找我了哟 说吧 病房里的两台生命检测仪 都发出尖锐的报名 医生护士冲了进来 一顿操作后对我道 孙女士请节哀 我挤了两点眼泪 我节个屁的哀 我敲锣打鼓还差不多 不过 一大结局还差一步 杀我的赵美美还没事呢 正好借着爸妈的死 我有了去看孙大鹏的理由 我是带着眼泪去的 孙大鹏看到我说 是我亲手杀了爸妈 你要打骂随便你 但你能不能答应我 赵我好美美 你知道这辈子 我最爱的人就是他了 我希望他幸福 我冷笑道 你希望他幸福 可你知不知道 你的儿子根本就不是亲生的 不等孙大鹏反应过来 我直接把赵美美 和他种马各种姿势的床照 摔在了他面前 为了一个给你戴绿帽子的女人 为了一个野种 你居然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孙大鹏 你真是彻头彻尾的蠢货 说完我就站了起来 气笑道 你知道你在看守所受苦的时候 你爱得要命的老婆在干嘛吗 孙大鹏抬起头看我 我冷笑一声 他在你死对头的怀里睡觉 打算再生一个呢 而你呢 后半辈子都要在牢里过了 等你出来 赵美美的二胎 怕是都能打酱油了 你就愿意这样看着心爱的女人 在别的男人身上快活 说完 我扬长而去 没想到计划实现的 比我想象了还要快 再一次见到赵美美 已经是在医院了 她的颈动脉 被孙大鹏用刀片割断 听说现场极为血腥 孙小小女士 我们也不想麻烦你 但我们查你嫂子是孤儿 紧急联系人里 你爸妈都死了 她丈夫又是杀她的凶手 我们只能找到你给她签字 是花钱抢救 还是继续治疗 看孙女是你了 说完 工作人员离开 留我和赵美美在病房 呼吸机被赵美美艰难的呼吸 弄得满是雾气 她半昏迷半醒地看着我 我取下她的呼吸机 赵美美张了张嘴 你 为什么 不救我儿子 我看着她质问的眼神 知道她也重生了 如果你救了药祖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我的儿子会平安长大 大鹏也不会知道 我出轨的事情 孙小小 你为什么不救我儿子 他的呼吸极其困难 眼看着就要断气 那可不行 要说的话 我还没说完呢 于是我赶紧给他戴上呼吸机 然后凑近他的耳朵 说道 我没救你儿子 是因为上一世 你害死了我 所以这一世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害死我的人 都得给我陪葬 现在你的生死大权在我手上 我知道你还想活 毕竟你的老情人 还在这个世界上呢 你那么爱他 只是因为他太穷了 所以你才嫁给我哥 现在我哥死了 儿子也死了 你就想着 继续跟老情人在一起 给他生孩子对不对 只可惜 你没希望了 因为我会在你的手术 知情同意书上签放弃治疗 赵美美 你该去地下 和我爸妈一家团聚了 想必 他们应该会很高兴见到你吧 说完 我就宁笑着走出了病房 知情同意书上 放弃治疗四个字 彻底断绝了赵美美的最后生机 很快 赵美美也归息了 当我一身轻松地 走在医院走廊上时 姑姑 不管我上一世做错了什么 你这一世 可不可以原谅一下我呢 姑姑 我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孙药祖眨着孩童般的眼睛 他以为我会上当 然而我只是嘴角一笑 孙药祖 我知道用灵魂祈求原谅 就可以换得你重生 所以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我救了你 你去杀了我 所以你只配下地狱 话音刚落 孙药祖的眼睛就黑化 紧接着他发出痛苦的尖叫 整个身体化成一团黑烟 最后烟消云散 早在重生时 我就知道了 有关重生最大的秘密 那就是完成复仇后 不可原谅死去的灵魂 不然死去的人 在获得原谅后 将获得重生机会 我可没那么傻 把好不容易重生得来的美好生命 用来跟重生整个争斗 让他们烟消云散 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我将独占那座爸妈 留下来的拆迁的房子 拿着即将到手的三百万拆迁去款 离开这城市 奔赴独自美好的未来 那是我上辈子 还来不及享受的美妙人生 这辈子